如果说你要变更的话 当然也只有你自己可以打开 比如说你只能进到这个TEMP 资料夹 打开它 只有你可以 但是你想说那未来 除了你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几个同事可以的话 那怎么办 很简单 这边不是有共用 也就是说 目前 只大部分 就是目前它只提供给你是存取 就是唯独的 唯独只能看 那可不可以改 不行 那谁可以改呢 你 如果你要给另外的人去改的话 共用的时候特别是 它会跳出说你的使用者 那个人的email信箱 gmail的账号 你就把它打上去之后 然后呢 你这边的话记得 它有提供预设是检视 那你如果让它可以编辑的话 你记得这边可以让它可编辑 那那个人呢 他可以看到 而且可以编辑 其实我是觉得啦 其实这就是一个资料库了嘛 而且是云端的资料库了嘛 OK 那当然它的权限 其实太阳春了啦 不过说真的 我们如果今天只是一般性的 我没有要很复杂 我就是要跟同事间做资料交换 然后有些人可以看 有些人可以改 那我只要这样的功能 其实我觉得足够了啦 所以真的大部分事情 没有那么复杂啦 当然那个 有一些大型的资料库 它的权限设定非常非常复杂 可是如果真的对一般来说 根本用不到 OK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单纯 只是要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 很简单 OK 然后呢 我们就按它可以新增进来 那看给谁用 OK 那如果预设的话是 只能检视而已 好像有一个可以评论 不过这个评论功能我是没有用过 评论什么 就是它不能改 但是它可以在上面提出建议 这我没用过啦 不过有一些功能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用的 因为我用它也超过还蛮久的时间 因为最早那个发布到网路 最早呢真的只有一个网页功能 没有这底下这些功能 这后来后来慢慢才加的 那底下这些呢 本来好像也不是长这样 它是慢慢慢慢改 然后越改越完善 越改越稳定 OK 因为Google 这个云端硬碟出来的时间 我印象中也大概十来年 因为它一出来我马上就用了 所以我应该算是非常支撑的使用者 所以你会发现 它给我的空间 一般人是给的空间数量 好像是给15GB免费吧 对可是呢 它给我的空 15GB免费嘛 可是它给我的空间 我看一下 好像它给我的空间 已经给我28MB了 里面好像有一个空间是什么 是因为我是什么 先骑导路 就是它都可以有10GB空间 然后莫名其妙就多了 一些空间出来 那当然用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到目前为止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发布之后 我可以直接怎么样 看到我发布到网路的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发布 这边记得 发布这个工作表 它会产生一个连结 然后你可以前往 可以看到这个 那如果我要抓到它的话 那我可以用录制 当然如果VBA程式 你不会写的话 那你可以先用录制的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一就是什么 我也许 就是先把这些资料 全部清除 Delete OK 然后二的话呢 全选 Delete 二的话呢 就全选按这边 其实程式的话就一行 叫Sales Sales 不要刮糊 就指的是 这个工作表里面 全部的储存格 点Clear Contents 或Clear也可以 全部清掉 然后二的话呢 就是什么 从Web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网址 这边按确定 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JavaScript有错误 把它贴上 应该是这个 刚刚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把它复制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 然后按个到 记得 它这个 这个从Web 特别注意 它主要是 抓你这个网页里面的所谓的table table就表格 OK 所以特别注意 它里面只能抓那个表格 所以到之后的话 里面有个表格 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表格 那那个表格你把它打勾 然后费入之后的话 然后就按A1 然后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你先彩排一下 彩排完之后呢 录制完聚集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把它run一下 那我最后